来啦啦 别敲啦 别敲啦 爸爸 你来干嘛 我来找你要钱 我找你借钱 借钱 也不是借吧 直接是要 要钱 对 要钱干什么 上次你儿子生病了 然后去医院花了两千多吧 我没有我就跟别人借 然后今天人家叫我还 所以我来问你要啊 那你就还啊 我没有钱啊 你没有钱你问我要干什么 你去赚啊 那小孩还小 我天天带着我根本就没有钱 人家一直催我 那我也带小孩啊 是不是 你我们都离婚了 他给我 你带恋了一个 那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就行了呀 什么你的我他难道不是你亲骨肉吗 是我亲骨肉 但是那小孩是交给你了之后 他的一切都是由你来管理啊 你看这个也是我来管理啊 是不是 我们都离婚都说的刚刚 亲戚就说的好好的了 都是你的孩子就应该都管啊 我又不是借那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是花在你小孩身上啊 可是那也是你小孩啊 不只是我小孩啊 我也照顾啊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小孩 我管他 我就不问你要啊 我是没有在来找你要的呀 那你去赚钱嘛 那大还小 我怎么赚嘛 我我要带他 那我管不了啊 反正我们都离婚了 而且呢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带一个 我带一个 是不是 他 那我们谁都不用给谁钱了呀 你现在来问我要 我是没有才问你要的嘛 我要有我也不找你的要啊 那让你带一个小孩怎么带成这样子嘛 那他本来小时候体质就不好 体质不好还是你带的不好 我看是你带的不好 都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 那你就要想办法自己解决啊 不要来问我啊 我想不到办法我才来找你的嘛 我也有压力啊 我也带着这个小孩 然后 他也需要用钱了 该用的地方 我也给他用啊 是不是 所以那都是你的孩子啊 没有钱 我哪里 你要的 那我哪里有多余的钱 可以给你们啊 我们都自己用都不够用啊 那你是不给还是怎么的嘛 就没钱给呀 不是我不给呀 没钱给你就去借呀 你要我去借 对呀 那你怎么不去借呀 那我都借了个遍 他生病我都借了个遍 我没有上班都没人愿意借我 只有他借给我 那到我带的这个有需要钱 那我也是要自己去借的呀 我也不需要你就借呀 那现在人家问我一直问我 我不还也不好 所以我才来问你的 不还就不还呗 还不了就不还呗 有什么办法 后面再有了再还呗 那这样我人品不行啊 这样跟人家说就行了 什么人品不行嘛 那你你就给我妈就两千块 我没有啊 你要两百我都没有啊 知道吧 亲生骨肉生病了 你不 你不去看就算了 就问你要点钱你也不给 当初我们就已经分了清楚了呀 你带那个我带这个 清楚 怎么能清楚得了啊 都是你的骨肉清楚不了的 要是没有孩子还好 当初都分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只管你的 我只管我的嘛 都要管的 不要有来往的嘛 这样子以后我们生活 都不好生活了知道吧 我也要找新老婆 你也要找新老公啊 还要这样子来往来往呢 干什么 你要不管我就直接把他送回来吧 送回来 对啊 是你的儿子 你不可能不管 那你不带小孩吗 我不带了 有两个小孩你非得 你拿两个都给我啊 你这也太狠了吧 是你先狠 我拿你狠了 那你要点钱你都不给 我们两个小孩 一人带一个 这很公平啊 可是生病了 就需要很多钱啊 那是你带的不好 你自己处理 嗯 那我去把他 我真的没钱 让你自己带 我以后什么都不管了 我真的没钱啊 你不要再来老是来问我 有钱了啊 我带的这个我也困难了 我也需要钱了 至少你有住的地方吧 但是没钱啊 我们现在还租房子住 出去租别 那你什么样成活 我管不了你啊 那你要管你小孩吧 我管了呀 这个是我小孩 我管了呀 那你儿子就不是你小孩了 那个是跟你啊 又不是跟我 跟我也是你儿子啊 跟我就不是你儿子了吗 跟你你自己负责 跟我的我自己负责 他的一切 从小到大到结婚生子 是不是 我都自己负责 到你带的那个也一样了 从小到大到结婚生子 也是你自己负责 以后你老了 你也自己让你儿子养你 我老了 我也自己让我女儿养我 不要互相来往了嘛 啊 乖子走吧 回去吧 是想办法 真绝你 什么绝啊 这个很公平 我做法很公平